10分钟带你认识日本文章歌手Yuyi 大家好我是废柴诚意勇气 我的朋友主要是介绍动漫维主族 我仍会介绍有关香港文化日本文化的影片 喜欢的朋友就可以支持一下 Yuyi出生于1987年3月26日的日本复光院 可能是因为单亲的关系 Yuyi世上一位是一个很害臭的人 不容易把自己的想法表露出来的一个女生 由于受到妈妈的行为影响下 Yui會將自己的感受記下來 這一點也慢慢令到他成為歌手的路上 中學三年級的Yui 更加會將他一天的經歷寫在日記上 和將日記轉換成詩 慢慢形成屬於自己一套風格的文字 去到高中的時候 Yui會在不同的街頭上演奏Busking 並會在腦向復光園學習結他和作曲 在2004年3月高中未完成的Yui 就受到音樂老師的推薦 參加Sony Music的選拔賽 在過程中Yui唱了三首歌 Why Me? It's Happy Night 和I Know 由於他的出眾 開始受到很多人的注視 Why Me? 的歌風輕快 好像一個童謠的歌詞 這句的你很明顯是說Yui的母親 Yui的母親是Yui小時候在他的耳邊唱歌 這個畫面非常強烈 下一句 這句說明唱歌是唯一可以和母親有更深入的聯繫 只要我一唱起這首歌或者我在唱歌 我就會想起那個人一定是你我的母親 第二首歌是Is Happy Night 的歌風輕快 自彈自唱的感覺和歌詞 這句代表在Yui的眼中已經想著明天 今天的我已經用盡了力氣 我可以強烈的情感去盼望未來 下一句 這是一個開心的道路上 代表Yui已經無悔 可以在有得選擇的東西裡 全部都是自己的選擇 接下來結果如何 對於Yui來說 已經是一個開心的道路 第三首歌I Know的節奏輕快 自彈自唱 加上背後鼓聲的配合 寫我的包裝就是 非常得來 大點熱血 歌詞 這句正正在說明現在身處在另一方 受苦的任文 下一句 這句代表當大家願意在睡覺之前 一起想著同一件事 在夢中呈現的畫面 可能就會改變一個人的想法 達至互相理解的局面 報了重中之重 就是Yui在日本電影《太陽之歌》中唱的Goodbye Days 《太陽之歌》是講述Yui 飾演的語音芬 自小就患有著色性的乾脾症 是不能夠接觸這個太陽歌 因此日出她是休息 日落的時候才是活動的時候 芬就遇上男主角 從本高屎飾演的藤代孝志 因為孝志給了芬一點勇氣 令芬願意在街頭唱歌 接下來是神場面的出現 Goodbye Days的歌風 好像這個文謠 坐在地上自彈自唱 是非常享受歌詞 這句代表分遇上孝志 會改變她對自己的看法 會願意成為一個分享的人 下一句 說明了芬已經接受 生命中任何的改變 你的情感非常重 在這裡先插入 為何Yui的歌這麼打到我們的心 除了Yui的歌聲 有一種溫暖得來不放棄的聲線抵愛 加上她背後的經歷 三字頭已經有過兩段婚姻 有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最重要的是她坐在地上 和大家來一個連接 當你是欣賞她的作品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整個注意力都會在她身上 用Nana的一句 一出場 實現的氣勢已經贏了 各位街頭Busking的朋友 不妨可以試試坐在地上 各位朋友仔 如果欣賞Busking的時候 不妨跟身邊的朋友說 I'm ready 來上映吧 之後就是過年FA的Agine 還有Wing 想知道Agine這首歌是說什麼的? 可以到我上一條講過年的影片去看一看 Wing的歌風 悲慘中的大點溫暖 歌詞 這兩句就代表了疫情的出現 可能會令大家再次思考和父母的關係 有感而發 在First Take當中 兩項的Yui唱出TOKYO和Share Ry TOKYO是一首2006年Yui唱的歌 過了十幾年之後 在2020年Yui唱出TOKYO 反而為TOKYO加上另外的味道 歌詞 第二句就說到給他這個結他的人 說東京很可怕 這一句就代表了 在東京會令人遠離夢想的舞台 下一句 這一句原本是說離開自己家 去到異地生活的恐懼和擔憂 去到2020年 就唱出我們對Yui這個疫情的感受 十幾年之後的Yui人也大了 臉也圓滑了 但感情就多了一份理解 大家的腦袋是不是已經輕機呢? 送一首GRY給你 Cherry是一首戀愛歌 比喻在戀愛關係的大家歌詞 這一句來形容很多人在戀愛的時候 就像一隻鹿的心如鹿狀 下一句 這一句代表了只會是對的人 不用說那麼多話 我選這一段是因為兩個人一起唱 因為歌要好聽 就要在心裡想著一個人 這句好像是Gogius說的 關於這首歌 只要你聽一聽 你就會了解到更多 你的心現在好過一點嗎? 最後 即使Yui以後不再唱歌 它永遠都是我們心目中的榜樣 同時希望大家在這個時候更加關心彼此 在這裡補充一個冷知識 《太陽之歌》的劇本 有一部分是參考1993年的香港電影 《心不了情》 由劉青雲和袁詠儀主演 內容是關於 袁詠儀飾演的阿敏 因為患了骨牙 但遇上了無名歌手 劉青雲飾演的阿傑 兩個人如何互相去鼓勵 這個也是香港文化 和日本文化的結合 有興趣大家也可以看看 《心不了情》 喜歡就記得comment、like、subscribe、share 我是廢柴誠意勇氣 下次再和你們分享一些有趣的事